巴西谷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 呼吁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主动休假 以保护团结政府的良好生育 不要等到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开生 他指出 现在安华正在采取行动打击腐败 每个部长都有责任来保护政府的生育 虽然西华古马目前还不是嫌犯 但已经两次被反贪会传招调查 他的家和办公室也被反贪会查访 因此为了避免损害政府的生育 哈山卡林希望西华古马能主动休假 他形容 不要让一滴染料破坏整杯牛奶 他相信西华古马是个拥有伟大的灵魂 且清白高尚的政治领袖 他不是催促或施压西华古马现在辞职 但认为如果他休假会是一件好事 哈山卡林表示 他发表这份声明 是基于自己作为支持团结政府的议员 以及国会反贪污 特别委员会成员的责任 他希望每个部长都能维护政府的生育 而现在他只是希望 西华古马能够在这个时候主动休假 以确保团结政府的生育不被损害 消息指出 三名涉及外劳招聘案 人力资源部官员中 一人已遭代薪停职 而另外两人则重返工作岗位 网媒自由今日大马指出 遭代薪停职者为人力资源部长西华古马的助理 不过没有说明所负责的事项 该名助理是由社会保险机构所顾情 且其停职处理是符合程序 另外两名助手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但第一个被捕的官员还没回来 另一方面 早前报导指出 此前被停职驻查的人资部三名官员 原已在官网的职员栏目中被删去 为近日在搜寻后发现 这些官员的名字重新再次出现在该部的职员栏目中 由于西华古马助理一事已复职 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拿督拉查理为此表示 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我对本届政府的劝告是 请停止虚伪的行为 在不同人的身上实施不同的规则 我相信 若本届政府还是反对党 他们将抗议助理复职 因为他们知道从伦理和道德上来说 这是错误的 他是接受星报访问时 如是指出 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沙拉尼指出 自我国独立前一直维持的种族和谐关系 最近开始逐渐消失 因为各种被故意设计来制造仇恨和敌意的情绪被渲染 就让霹雳州人民通过捍卫和平的决心来重燃团结精神 共同努力点燃团结的火炬 成为加强归属感的榜样 肩并肩反对分裂 他今天陪同霹雳州苏丹纳斯林沙殿下出席霹雳州政府开斋节庆典中致辞时 这么表示 今天出席活动的各族人民 再次体现大马人的力量和独特性 尤其是霹雳州人民始终同意在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的情况下建立和谐 我们应秉承殿下的意愿 让各族人民的和谐始终受到保护 免受种族主义火花的侵害 并保护这个州属和国家免受冲突 知名时评仁达祖丁教授发表一篇文章 提到了安华在开斋节时举办开放门户活动 以及哈迪不想踏入行动党厨房的新闻 达祖丁说 安华的做法代表了真正的伊斯兰精神 而哈迪则代表了虚伪的穆斯林 一颗肮脏的心还是一颗肮脏的心 无论你戴什么头巾 斯尔本或穿什么长袍 朱宝 无论你去清征寺祈祷多少次 一颗肮脏的心仍然是一颗腐朽的心 达祖丁教授认为 安华所理解的 伊斯兰伟大特征之一是不与人为敌 而是建立起信任 信仰和理解的桥梁 不管对方是属于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 甚至是自称敌人的人 都没有关系 而哈迪所教的伊斯兰 总是在树立敌对 猜疑和不信任 与安华在培养伊斯兰兄弟情义 和国家兄弟情义的力量 有着天壤之别 达祖丁认为 安华拥有慷慨和善良的心 是在狱中经历多年的磨难 和冥想培养出来的 他相信 许多人无法看到 安华行为的精神深度和广度 只能从政治和策略角度 解读他的行为 他认为 只有拥有精神深度和广度的人 才能看到安华的伟大灵魂属性 和开放的心 达祖丁提到 他曾认为哈迪和安华 都是通往伊斯兰精神世界的灯塔 但现在他认为 只有安华拥有真正的光明 而哈迪只是邪恶的伪装 达祖丁说 邪恶的人总是表现出 比别人更虔诚的样子 而真正的穆斯林则是谦逊的 但充满了包容行为 安华的开放门户概念 超越了开斋节 它标志着向兄弟情义 和包容性政治的重大转变 而不是以偏执 和种族主义为框架的贪婪和自私政治 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 扎西住家开斋节首日 遭火神光顾 宠物猫惨遭活活烧死 雪州消整局行动指挥官 莫哈莫哈鲁米表示 消整员抵达现场后 立刻进入失火的宠物猫房灭火 并且成功将几只宠物猫 从火场中救出 他说 另外还有几只宠物猫 被救出后已经死亡 唯确切详情 还有待副首相官员公布 失火的宠物猫房面积 为20平方尺乘20平方尺 唯值得庆幸的是 阿末扎西没有在这起事故中受伤 刚迎来 第12名孙子的首相安华 在夫人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及家人陪伴下 于开斋节首日温馨欢庆一天 安华的女儿努鲁伊汉 昨日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了她与父母等家人的合照 照片中可见努鲁伊汉 抱着刚出生的新生儿 与日本籍丈夫 及大儿子和父母合照 露出灿烂笑容 此外 安华长女努鲁伊莎 也于昨日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庶民姐妹和父母的合照 安华穿着白色的礼拜服装 而望阿兹沙 努鲁吉努哈 穿着粉红色马来套装 伊曼则身穿黑色碎花套装 昨日 安华与国家元首到国家回教堂 进行开斋节会礼祈祷 接着与家人到国家王宫 出席开斋节宴会